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在海上采取的维权执法措施 旨在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正当合法 无可非议的 近期南海局势升温和美方的插手介入脱不了干系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南海和平稳定 就应当停止怂恿拱火 拉帮结派 挑动对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